王力宏很不一般 除了唱歌 作曲 导演 演戏 他的十八般舞异 恐怕还有几招你都不知道 昨天下午他现身上海 两岸三地的记者是蜂拥而上 这一次他主要展示的 还是他时尚方面的功力 一个嘴里哼着中国调调的音乐才子 突然摇身一变 代言起了纽约品牌 昨天王力宏身着一套帅气西装 现身上海正式向外界宣布 自己成功抢得高端时尚一杯羹 竟身为某品牌的男式配饰类产品 形象代言人 于是有人不禁感叹 这个纯红齿白的美男子 还真有十八般无意 不用怀疑自己的眼睛 这pose摆得有形有款的帅羹 的一的确确就是王力宏 没有想到喜欢音乐和电影的他 竟然也能拍出如此摩登时尚的广告大片 在纽约大家看到在时代广场 在布克林大桥 在很多一些地标 一些纽约的地标 那我想在那次的平面照片也好 还有影视当中 大家看到我的装扮也是比较正式 可是颜色还有材质都比较比较素 比较单色系强调的就是质感 还有颜色就是比较纽约的风尚感 私服搭配 我爱花里胡哨 公开亮相追求绅士味道 这就是王力宏的穿衣经 尽管进军时尚界的企图心显而易见 但是力宏却坦言 自己对所谓的流行单品更不感冒 其实时尚就是一种自我的感觉 就是把自己的风格表现出来 也不一定是说要跟随 现在今年流行什么什么什么 我常常笑 我就说如果造型师说 你穿上这个是今年流行的 然后我就特别觉得特别不习惯 或者是很不适合我 但我说今年流行又不代表什么吗 如果不适合我 如果我穿起来不舒服的话 那就我也不会穿 不跟随潮流 胃肠不是一种个性 而这种对自我品味的坚持 也恰恰成为了被时尚品牌待见的理由 对王力宏而言 真正懂得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远比盲目从重来得有意义多了 对男生来讲 比较男人味一点的 比他里面 路易做的鸡皮的感觉 比较粗糙一点 比较个性 都说代言高端时尚品牌像是一门技术活 不过从王力宏的现场表现来看 还真的挺从龙不破 游刃有疑 恰指一算 王力宏出道已经有17个年头了 不仅在收入方面 问鼎台湾地区艺人榜 人气也一支居高不下 事业更是全面开放 今年还被张子怡清点为 新推的男一号 取代何润东 出演非常完美的续集 非常幸运 谈起这次合作 他夸赞起了张子怡 我们前天才杀清歌 所以我肯定现在对子怡非常有好感 然后我们合作得很开心 也很有默契 也培养了很好的友情 我非常地欣赏子怡这种做法 他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演员 大家在全世界都知道他的演技有多好 可是他还再跨一步去做监制 去做制片人 去发展自己的项目 我觉得这次跟他合作得很开心 也学到很多 能不能在每次合作中学到东西 一直是王力宏最看重的事情 因为他从不会满足 永远想要变得更好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强项 如果我今天要学棒球 我要进步的话 那肯定是跟一个比我厉害的人打球 如果今天我跟一个 特别找一个比我差的 那我永远就不会进步 所以我觉得无论我在做音乐 我要选的比如说吉他手 钢琴手 鼓手 这肯定每一个都要比我好 然后如果是演戏的话 我如果今天成龙大哥叫我演戏 像大兵小将那个时候 我真的觉得收获太大了 收获很多 这次非常幸运也是一样 我觉得跟比你强的人 比你好的人工作 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把门槛设得一次比一次高 可以很幸福 也同样很辛苦 越追求完美 越会觉得有缺失 这本是为什么36岁的王力宏 至今桃花还未开 微博上要特别跟粉丝们 say hello 然后跟大家说 我很兴奋 今天可以来到上海 跟你们做这个现场直播 我要趁这个机会 表扬你们 我觉得你们太棒了 粉丝们在微博上 给我的支持 很爱你们 这是昨天王力宏进行 微访谈直播时说的话 可能对他而言 进入娱乐圈之后 爱这个字 也只能对粉丝们来表达了 因为生活被一再地放大和曝光 但凡一点感情的萌芽 都会被美光灯轻易地杀死 跟舒淇的绯闻 传了整整六年 一会儿相恋 一会儿分手 一会儿复合 所有的故事 都只是媒体唱的独角戏 两位当事人 从来就未曾承认过 这次我只待 我只待几个小时了 嗯 不好意思 谢谢你的关心 你说媒体喜欢在那里 就好像剪贴布这样剪贴 那故事编辑写得蛮好的 因为他们很认真的 去翻一些微博 然后再对照性这样子 一天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大家就会切而不舍地追问下去 这一次更是有香港地区的媒体 特地感到上海 旁敲侧击地想要从王力宏的嘴巴里 套取一些相关信息 面对如此迂回的提问 品牌方着急了 现场混乱了 而王力宏则哭笑不得了尴尬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买一个 直接给过面那个地区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 如此穷追猛打地追问下去 会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 那被我王力宏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 恋爱通告 可能就是最好的答案 所以若不想电影变成现实 王力宏也像主人公杜明看那样 把自己伪装成另一个人 从娱乐圈彻底消失的话 那么就请给公众人物一点私人空间 感情的事 默默祝福就好